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8月24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網絡熱話 據報網傳有一家三口坐輕鐵沒有付錢 被人查票時據報嚇到腳軟 他的表情惹來網友的熱議 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討論市道消息 業界叫救命 促請政府重推一些政策來救市 官員怎樣回應 既有礦者說現在如果再不派消費券等方法搞不定 最新的發展如何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網傳一家三口坐輕鐵沒有付錢 被人查票時嚇到腳軟 他的表情惹來熱議 報道機留民提到 網上群組近日流傳一張輕鐵查票的照片 就說一家三口不給錢拍卡搭輕鐵 那個男子當場斷正被捉到沒買車票過後 是嚇到腳軟的 更加需要由港鐵的女職員 反過來安慰他 不過未有透露涉事的地點 從照片可見 那一家三口當時正在坐於輕鐵月台上的燈 女職員正在半彎腰和男子對話 不過男子的表情頗為無奈 旁邊的女伴和男童就在旁邊專心傾聽 鐵文引來網友留言 批評投票的行為 認為一早要抓 我那時經常見到很多人回答輕鐵不拍卡 也說這些真是較壞下一代 對於男子腳軟一事 有人直言幾元都節省 還要作為男人不做好榜樣 更加膽小如鼠 亦說這麼大人不用腳軟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會的報導 這是網傳的消息 據報當時目擊的網友 將相關情況寫上網 一家三口被捕逃票 那個男士當時嚇到腳軟 其實三個人都沒有付錢買票 會怎樣呢 會人最多罰370元 如果在限期前沒有付錢 就會罰5000元 另一箱輕鐵是開放式月台 上車的時間真的要記得拍卡 另外近期 捉這些輕鐵投票的情況 好像非常雷厲風行 各位屯元天屯門元朗天水圍的居民要多加小心 另外亦說市道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議員林健鋒就說 中小企好像熱窩上的螞蟻 倡議延長橫式不橫本一年 保住企業 即是保住打工仔份工 報導的問題 金管局早前8月23日 聯同銀行工會 和三間發鈔銀行 宣布成立中小企融資專責小組 行政會議成員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在今早8月24日 在電台節目直言 現在中小企 是熱窩上的螞蟻 短期內拿到貸款 有可能令到他們的困難舒緩 甚至可以起死回生 林健鋒提到 總商會早前所作的調查 大約有7成7的香港 中小企 現在的經營情況 都未回到疫情的情況 也有超過7成受訪的企業認為 資金周轉是目前最大困難 現在中小企面對種種困難 有所怨言 希望金管局和銀行 觀察3月份推出的9項 支持中小企的措施 他直言 錢作怪 就說沒有錢 甚麼都做不到 要保留中小企的實力 開訂新鋪 等待旅客 重臨 因此中小企 需要足夠的支持 建議 橫式不還本的措施 延長多12個月 另外高消費的旅客 怎樣能夠停多一兩日消費 都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另外剛才經常說call loan 林健鋒透露 call loan的情況 是多 金額高特額 7至8位數字 他就說有中小企 是以自己住的樓宇作底壓格 如果銀行接收 將會出現 很大問題 例如銀行 會賤價出售 將會令到中小企 血本無歸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在說call loan的情況 中小企聽到就害怕 根據議員 林健鋒的說法 有一些中小企被追數 被追的貸款 高達7至8位數字 搞到中小企要拿自己住的樓宇作底壓 一旦收樓的話 連地方都不能住 好慘 血本無歸 暢而政府推政策 介入礦仔說 除了議員所說的橫式不還本 都是那句 如果不派錢 根本推動不了那個基層消費 基本上本地消費本來佔香港的收入相當多 但近年 尤其是疫情過後 以為守得雲開 結果消費力大量外流 又不上又去旅行等等 若然再不想辦法的話 的確是雪上加霜 另外也講講官員的回應 有關銀行call loan 8%擔保特位貸款壞賬率 高達9.2% 優應華就說 暫無計劃再重推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優應華表示 在疫情期間 推出的8%擔保特位貸款 是為了協助企業 應對疫情的特別安排 累計的壞賬率高達 9.2% 政府的擔保額 約132億元 如果再繼續推行8%擔保 會造成一定的負擔 所以暫無計劃 重推計劃 但會密切 留意整體經濟 和中小企 情況 再作 考慮 以上 以上來自先導日報的報導 壞賬率9.2% 誰埋單也是公帑 另外 局長說明 暫無意推 8%擔保特位貸款 但會否有其他方法 暫時未知 現在市道慘淡 中小企叫救命 另外 一些連鎖的食股 都發刑警 究竟何去何從 進入2024年的下半年 究竟有沒有救市良方 不知道各位 網友怎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亦都說說各大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巴士司機 停在快速公路 罵爆乘客播歌音量過大 騷擾人 不過 全車沒有人 聽到聲 霸氣阿叔 罵他回頭 就說你 看醫生 你這樣 播到驚訝問題 這位女乘客 在社交網站 發貼文 說日前 下班 搭巴士 途經屯門公路期間 司機突然開麥 以煩躁的語氣要求 麻煩電話播 歌的 小聲 不過 他就認為 我想 全車人 都沒有人 聽到有 音樂聲 相隔 10秒後 司機更加在 快速公路停駛 離開司機的座位 大聲 學切 就說叫了你們 誰播歌小聲 司機位 都聽到 有個阿叔 上前 向司機表示 自己 聽不到有歌聲 不過司機聽到更加激動 開始和阿叔 互鬧 又說說了多少次 叫你們 不要播 這樣 阿叔被司機的態度 壓著 質疑對方有病 就說你開車 哪裏有聲 你去看醫生 這樣 司機反駁 不想坐的 你現在下車 那麼阿叔就指責對方 沒有停靠 正常巴士站 司機一度建議他報警 晦氣地說 叫警察來 車你們走 雙方爭執過後 司機冷靜 返回駕駛位 繼續駕駛 事主認為 巴士司機 壓力太大 建議對方 應該要放下 休息 而巴士公司 亦要關注 員工的心理健康 感嘆 畢竟 整車 那麼多人命 在他手上 鐵文引來網友的討論 有人猜 是不是休息的時間 帶了南牙耳機 又忘記駕駛 也有留言覺得 孤密倫國司機 暴躁與否 乘巴士的時間 都應該要保持安靜 就說 乘巴士保持安靜 是常識吧 你有你說話 播歌的自由 別人有坐車 舒適的自由 有些人工作一整天 很累 總會有些 GCL 就在這裡 吵亂 巴閉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都頗離奇 整個巴士停於路邊 司機離開座位 罵全車人 誰在播歌 事主說 當時 全車都沒有音樂聲 有網友猜 會不會是司機 自己的手機 那個藍牙耳機 開了自己 不知道 當然 還說紛云 不知道真正原因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 見解 明天